欢迎收看环球点评 我是陈以文 东方日报报道 政府凌晨起实施强制隔离措施 过去14日到过内地人士 入境之后都要接受强制检疫14日 港人可以在家旁边 旅客就需要在酒店旁边 被隔离人士禁止外出 但不会获发追踪手带 期间需要戴口罩和量体温 当局会抽样突击检查 为例者最高可以被罚款 2万5千元和监禁半年 四类人士可以获得豁免 第一类是对供应香港正常运作 或者是香港人日常生活的物品和服务 第二是对政府事务运作熟必要 第三是对保障香港人的安全 或者是健康 或者是处理公共卫生紧急事态 熟必要 第四是其个案极其特殊 符合香港公众利益 报导引述 香港理工大学 专业及持续教育学卷 港师陈伟琴批评 政府在防疫工作上 欠缺存款考虑 强制检疫要靠人自略 成效亦都存疑 亦都令人对有没有足够人手去执行有疑虑 当方日报证论认为 一法纳一弊生 大量居于内地的港人和旅客 趁死线之前涌入香港 令入境人流暴增 最令人忧虑的是 所谓强制隔离 主要依靠有关人士自律 对阻折疫情的效果有多大令人疑问 评论又说 有关措施表面看来颇为严厉 跨境货车司机 抵抗机组人员 货船和预船船员等获得豁免 亦都算是在病毒传播风险 和实际操作可行性之间取得平衡 但要压止病毒传入 隔离措施能否落实至关重要 但现在 港府只是靠隔离人士自律 卫生署人员只是不是联络 连电子追踪手带都没有 怎样确保港人真是会留在家居隔离 又怎样肯定旅客安分手机 留在酒店或者是住处呢 评论认为 若果所有措施在上个月未一次过落实 既能挽回低层的民望 亦都能够阻止病毒在社区扩散 但港官瞻前顾后 为首为尾反映的是短事无软件 旺报社评说 连续传出多个湖北市官员 因为抗疫不力被免职 必须要面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治理问题 疫情结束之后 更加要紧记教训 探紧新的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 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变革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数以亿计民众被迫留在家里防疫 不少人表示想出门透透气都变了奢侈品 这样令人重新认识大自然的意义 可能始于食野味而引发的病毒传播 更加像是大自然的一种惩罚 告诉人类应该善待野生动物 一季度的经济增速下行是预料中 尤其是对服务业的冲击比较明显 但是长远来看不用悲观 餐饮业、旅游业等 压抑消费需求将会迎来反弹 线上教育、网络视频、无人送餐等 新经济和消费业态正在产生 这次疫情暴露了不少问题 各市应对方法的差别 反映各地社会治理水准的参差不齐 可以从中总结探索 未来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 环球时报的评论认为 英美关系特殊 英国首相的汉逊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 经常是言听计从 但今次他绝跟随美国决定 至少表明美国打压华为毫无道理 不得人心 连盟友都难以说服 欧洲国家之所以不顾美国的有额 是因为与国家利益有关 全球通讯系统协会的报告分析 如果全面禁止华为 欧洲5G网络成本将会增加550亿欧元 推出技术日期将会延迟18个月 评论说 除了美国 每一个国家认为使用华为技术设备 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当特朗普签署紧急状态行政令 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企业不得使用 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 所生产的电信设备的时候 几乎所有媒体都认为 此举是为禁止美国企业 和华为的业务往来铺路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 孟晚舟 目前仍然被扣留在加拿大 有专家就说 美国为打压一间公司 无所不用其极 在国际关系中 拖开了恶劣的先例 这一集的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